锦衣之下屋内担心惊吓被玲玲则骂的路易不顾盖书的阻拦 正要起身去找惊吓时 门口搜的跑进来一个身影 看清来人后 脸色顿时不悦的喊到原惊吓 文生的惊吓脚步步减的直跑到他面前 关心的话还未来得及说出口 路易见他丝毫没察觉 再次开口站好 你跑什么呢 知不知道你现在的身子 话语还未说完 眼前的姑娘嘴巴一扁 眼泪刷刷落下 就那么委屈巴巴的看着他 也不作声 倒是把路易给惊到了 刚想责备让他小心点的话直接转成了文生安抚 顾不上还有人在 直接起身将他拉入怀中 惊吓假装挣扎了几下 也就由着他抱着 怎么还哭上了 不哭了 不哭了 我 我那么害怕 大 大人刚刚还骂我 人前不轻易落泪的姑娘 现在眼泪说来就来 抽抽烟烟的诉说着路易的罪行 盖树河曾伏对视一眼 默默的退出了房间 将空间留给这对闹别扭的小夫妻 路易知道此时跟他说什么怕事都听不进去 轻轻扶着他的背 等着他自己缓和过来 两酒后 怀中的人儿抽烟声终于停下 路易低头一眼 哑然失笑 脸上还挂着泪珠的姑娘 此刻已然闭眼睡着了 路易能说什么呢 这一番折腾 天色也不早了 总不能睡在人家医馆里吧 抱着惊吓走出来时 玲玲看到睡着的惊吓 现实已愣 随即乐然地笑了笑 今日你们也确实折腾 都早些回去休息吧 惊吓再次醒来已是半夜了 看了看身上更晃过的衣衫 还有身旁闭眼入睡的路易 就知道时辰不早了 肚子空空的他 思索了片刻 还是决定起身找吃的去 轻手轻脚的想要移开 路易抱着自己的胳膊 睡醒了 嗯 察觉他想要起身 路易也翻身起来 大人 你继续睡 不用管我 我就是去找点吃的 半夜又饿了 虽然知晓他的胃口 不过自有孕以来 往日里白天吃的东西太多 这还是他第一次半夜要吃东西 也不知道后厨有没有背着 床外侧的路易起身更衣后 将他的衣衫递了过去 想吃什么 不一定有准备 带你出去吃 本想说自己随便找点什么应付一下的惊吓 一听出去吃 立马来了精神 我想吃小馄饨 街口转角那儿有一家 晚上也不打烊的 路易还能不知道他的性子吗 二话不说的音下了 好 那就去吃小馄饨 街口馄饨店的老板 已经有大半年时间 没有看到这个六扇门的小捕快 来职业吃馄饨了 看到他这凸显的肚子 再看看贵族栖息难掩的路易 原来是嫁了有钱人家啊 原姑娘 这是好福气啊 老板端上两碗小馄饨 笑呵呵的说道 惊吓有些不解的啊 喂一声 路易笑了笑叫他先吃 特地让老板后面那一碗牛肉面 多加些牛肉 小姑娘满足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 谢谢大人 笑笑不接话的路易 其实也是有着自己的小心思 惊吓的胃口他见识过 一碗小馄饨绝对不够 倒不如再给他加一份牛肉面 省得他留着肚子又要东走西逛 还是吃完早些回家的好 吃饱喝足的惊吓 乖乖地跟着路易回了家 却是睡不着了 路易瞧着此时的他心情挺好 于是便把今日在医馆未说完的道理讲与他听 惊吓 在医馆你可知我想要说什么 靠在他身上的惊吓 摆弄着路易的手 这人手掌比自己的大好多呀 文言动作一顿 眉头一皱大人是又要说叫我了吗 我困了 要睡了 说吧 静止躺下 扯过被子盖住脑袋 路易掀开被子 将他毛茸茸的小脑子扒了出来 与自己四目相对 不是说叫你 你现在肚子里有孩子 外事都得小心 茫茫撞撞很危险的 万一出了什么意外 后果不堪设想 这几个月 你乖一些 谨慎小心一些好不好 哦 今下还是想给自己辩解一下 一说你受了伤 我那是一时心急 太担心大人了 不会有下次了 说起这个 路易觉得还有一事也得说说他 因为担心我 所以你并不顾孩子了 今天我已经神志不清醒了 如果林一婉一写道 你想过后果吗 今下摇了摇头 眼神却很是笃定我知道轻重缓急 也知道孩子重要 但也无法看到大人受到伤害 就如同大人宁愿伤到自己 也不愿意伤及我一样 今下 我 他这话一出 倒是让路易心生了自责 如果自己能谨慎小心些的话 是不是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你说你啊 怎么会宁愿伤害自己呢 大人 我们往后还有很长的人生要走 孩子很重要 但更要顺其自然 下次不要再伤害自己了 好吗 这个没问题 路易没法回答他 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是他的职责 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了 路易将他拥入怀中 时辰不早了 睡吧